麦海伦GT倒车镜怎么拆 应该给大家做个讲解 首先拆掉底下这个音响单元 来看一下背面 都是这种卡扣 好 上面这层扒开来 底下这边有一根带子 要把螺子给松掉 上面这边还有一个 底下两根插头 是多音单元的 这边这么紧 底下和上面 这两个音响单元 代板全部拿掉之后 下面开始拧螺丝 第一颗螺丝是在最前面 八个的螺丝 后面这个也是八个的 上面前面这边有一颗 在上面这两个洞里面 各有一颗螺丝 在这个里面 打开这个AVEG的气囊盖板 里面还有一颗螺丝 侧面这个装饰板里面 还有一颗 是在里面这个位置 还有一颗螺丝 好 以右门为例的话 一共是1234567 一个船门有7颗 下面准备卸板子 把卡扣跳了 把门板往外拉一下 上面这边一杆 底下在最里面 别手的位置 这边还有一根 右门的门板拿下来 好 下面我们来拆这个低音单元 先拔掉插头 要先拆掉外面这个 然后才能拆掉里面这个底座 因为它这个单元压住一个螺丝 先把单元拿下来 看到这个没有 这个螺丝被压住了 也就是说必须先要拆掉 单元才能拆掉这个底座 这样一来的话 整个手就可以从这个洞里面伸进去 你的操作空间就会比较大了 后视镜底座的那个螺丝 看到没有 一颗 两颗 三颗 你必须得拆掉低音单元 你才能拆掉那三个螺丝 要不然你手都进不去 螺丝拧松之后 再把玻璃伸上去 你才能拔掉它的插头 其实螺丝松掉之后 它这后视镜是不会怎么往下掉的 它这车设计也比较气派 当然你要先把玻璃伸上去 先把插头拔掉 也不是不可以 好 现在让我们把玻璃一点点伸上去 把玻璃伸上来了 看到插头的位置 就在这一地方 把插头 再把后视镜从那边拿出来 这个时候就可以把后视镜给你给出来 现在后视镜已经拿掉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